剩土腹 剩 剩 剩並不好寫 因為上下疊 這個疊到後面甩出來 那這個密度 控制它的密度 然後 這一個筆劃比較長 勾起來比較 變成一個三角形 像點又像那 然後抿在壓的下面 那抿還是要保持 快要碰到 不碰到的樣子 鋪開 然後剩最後一橫 穩定 這個底座 到後面 稍微稍微 還是要做好 不能炒蒜 剩 再來是圖 圖的話 下面兩橫是特別密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寫色字 會稍微停一下 然後這邊 寫習慣的 到底有沒有停 其實也搞不清楚 有時候好像真的有停一下再走 有時候是沒有 順勢 寫字其實 方法是自然 你覺得方便 你就寫下去了 覺得不方便就停一下 沒有人說什麼一筆到底 或是兩筆到底 或是三筆到底 那個筆的數字是沒意義的 意義在說你那個字寫好了沒 一筆寫得好 那當然好 兩筆寫得好 也是很好 十筆寫得好 還是很好 不要說我要 沾一次 然後把整個字寫完 一氣呵成 那未必 有些人 只是沾了一次末 可是字就寫得不好看 所以不要管那個 如果覺得筆順 你就繼續寫 如果覺得筆已經被搞花了 不順了 那就重新沾末 重新調整 不重要 重要是把字寫好 副